文盛老師好 今天非常 高興就是說請到道家博校 文盛老師 來我們學校進行運算思維的一個研究 其實文盛老師的話 他在資訊科學的領域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專精 他現在是借掉線網 對 線網那邊 有的時候就是說透過一些 運算思維的話 我們把它融入在我們的一些課程裡的話 我相信對於孩子的起敵來講 會起到相當大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很多老師都是屬於文組的 像我的來講的話 數字這種東西對我來講 有時候很痛 不容易記 那可是你如果說 把這些具有 數字邏輯的這些孩子 或是說我們 把一些運算思維 帶給我們 普遍性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話 我相信這些 對於我們教學上面來講 會有很大的一個方式 今天各位的雙手的話 我們掌聲 我可以脫口罩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脫褲子也可以 三個戴口罩呼吸困 各位老師好 我是邱文森好 那我在刀香國小服務 之前跟一廂主任 是在新社國小的同事 新社國小是我第一個學校 然後那時候我是蛋科老師 然後後來去西堡 然後後來下山到刀香 然後最近這幾年都借票到教育處 那我們借票到教育處是推創課 創課主要就是一些手作的東西 還有寫人士的東西 即便整合、科技教育的部分 然後因為近年 我們那個智慧教育中心 成立的關係 那信長希望我們拉高層級 到智慧教育的地方 就是再拉高一層 那所以我們現在裡面推的東西 原則上除了那些科技裡面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些是包含 其實各裡面都可以用到的東西 那各位老師今天我上的課 這個運算思維 雖然是 雖然是科技領域 課綱裡面是科技領域裡面的名詞 但是事實上 等一下我下午兩個半小時講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根本不是科技領域的專屬 那所以我會非常簡單的來告訴各位說 運算思維是什麼 那這是待會兒要講的內容 那各位就完全不用擔心 兩個半小時就交給我 那所以如果我的收入服務都在這邊 所以有任何問題要敲我的話 就直接給我訊息 那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網站 裡面大部分就是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一些感想 也有一些教育的那個 省事的部分 那重點不是內容 重點是右邊很多連結 這些連結都是線上課程 或是一些好用的資源 那當然那個資訊送給類的會更多了 那這個是各位可以參考的部分 那我們就回到今天的主題